我想要帶你們去看一下 富里東風那貼心的規劃 好 既然都來了 我們就一次給他看完啊 颱風天就是要看房子不然要幹嘛 看一下我們的心理寬敞大的車 因為一般社區有個 很好的名字 我想起來了 我聽說我們的社區好像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叫做腳踏車專用電梯 是嗎 很貼心 我們先從汽機車道 開始介紹 這個是機車上的專用電梯 他看他有太空子 有很多睡覺都好喜歡 一台車都可以下來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人體實驗 請我們的房仲小姐姐幫我拿出來的手機 我躺在地上 我1米85 我1米85 我1米85公升 你這樣躺的跟三米人一樣嗎 真的啊 我的手跟腳都在無線車 這樣不是這個 這是一個時代的案例 所以我們機車就是從那邊下來你也不用怕被汽車追蹤 再過來介紹汽車道 剛說不同樓層的柱子顏色不一樣是嗎 那這個樓層的柱子是 那剛剛是 那剛剛是 OK 這麼高級的差別 好啦 這一次車道我就不再騰下去了 我們就直接看 這個木是兩副車 同時是雙向可以回車的 那因為我們重劃區啊 這個坡度呢都非常的緩 它不會很陡 那即便到這邊有一個彎道呢 可以看到這邊真的是非常寬 我們如果對照前面的兩個停車格的話 看一下這個寬度 幾乎就是跟三個停車格是一樣的寬 幾乎啊 那如果超過一台機車怎麼辦 那如果超過一台機車怎麼辦 可以去管理器那邊登機 因為小學人他從駕駛的機車 那你就是一個月再多 那我想要請問房仲小姐姐 到底是誰想這個企劃在颱風飄 做這件事情 我好大好 那你也睡不著 來 機車位有充電區 機車位有充電區 這我倒是第一次發現耶 那我們的B1機車位是有充電區的 但並不是每一個機車位都有就對了 那前面這邊小格小格 這邊呢是腳踏車的車位 所以腳踏車有專用的車位 一個月三十塊就可以讓你的腳踏車 免受風吹雨打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 專屬腳踏車的電機喔 各位朋友我認真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過哪一個社區 放腳踏車的電機 做得這麼漂亮 這是放腳踏車喔 讓你把腳踏車牽下來囉 好勇大一樣十二人八百公斤喔 一樣會有安全沒有擋 常行的 就是你的腳踏車 進來的時候就可以直直的進來 來我從外面拍 這個腳踏車電梯呢 長行的 好讓你的腳踏車很方便進來 好來 那一樣進出呢都一定要感應 舉例外面這個就是要有我們的持扣 腳踏車專用電梯喔 我想這個真的是你們有幾個社區啊 願意花這樣的成分來做這樣的 的電梯工程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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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